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4日 星期五 又到星期五 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之前在2月17日 就已經首先報導 當時我們獨家報導 就說 懲教署 核下幾個監獄 大爆發 包括荔枝角收押所 赤柱監獄 羅湖懲教所 壁屋等等 當時其實已經是有很多人確診 懲教署 一直以來都是隱瞞這個數字的 直至 昨天才公布 說過千名囚犯染疫 一週就增四倍 其實這條數 上個月已經是成千個了 當時他們隱瞞不報 我們率先踢爆之後 當然 都沒有什麼傳媒跟進 始終我們仁微言輕 但是 香港政府現在 基本上是不斷操弄疫情 真的做到的 他就不做 真的有效防疫 他就不防疫 實際上 就容許懲教署播毒 大家想想 監獄裏面的環境是封閉式的 基本上 他接觸外界的途徑 除了探監之外 唯一 是由懲教署的人員 把病毒帶進去 當初他們 沒有做好一個檢測 因為你進去懲教署上班的時候 你到底有沒有事 因為你跟警察的工作不同 你每天面對那班人 其實都是跟外界接觸的 但是監獄 其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裏面 在囚人士 又或者還額的人士 全部其實接觸不到外界 他唯一可以接觸的就是你 懲教員 當你懲教員 如果在外面 惹到一些 感冒 其他的病徵 甚至乎 武漢肺炎 你傳染給那些囚犯 他們是不能離開的 這個案子完全跟其他地方不同 所以我們為甚麼 我們做過幾集來跟進 現在 整個 傳播鏈 已經有懲教員 當然他在外面惹來的 幾間監獄 全部大爆發 不單止是這樣 連探監的人 都在監獄裏面船上 我們 也早兩天說過了 就是有大量的法律人員 即是法律界的朋友 有些是大狀 有些是事務律師 他們 也不約而同 在探監的過程 感染 被在囚人士或是囚犯 主要是還押人士感染 最新的消息 其實 有幾個在獄裏面的反對派人士中招 包括 李卓人 何俊仁 古斯堯 懲教署 其實真的很過分 他就說 昨天 公佈 累計1000名在囚人士 染疫 絕大部分人是沒有病徵 集中在荔枝角收押所、赤柱監獄、羅湖懲教所、冰屋懲教所 處方即時將受感染的在囚人士 以及密切接觸群組隔離治療 並先後 將歌煉神國懲教所 沙咀懲教所 以及風力流中途宿舍 改為隔離中心 處方未來兩星期是停止所有探訪 包括家屬及公務探訪 家屬即是家人 公務即是律師 或者社工 我們 認為這件事 政府的責任很大 詳細和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Rubocode 按like、點擊廣告、堅持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2月17日 我當時 收到 香港的朋友的報料 就說 聽回來懲教裏面在囚人士也好 他們 很多人 感染了 99%就是被懲教員 即是俗稱的鎖匙佬 感染了 他們其實也很無辜的 無端都在坐牢 跟外界隔絕 正常來說 當時有些人說得很好笑 就是 出了一張圖 全香港都沒有堂食 晚上 只有一個地方有 監獄 監獄是唯一有堂食的 為甚麼監獄要有堂食 不可以外賣呢 你不能外賣 拿回自己的廠食是不行的 即是 病毒就跟堂食沒有關 可想而知是不是沒有關 病毒跟甚麼人有關呢 跟傳播有關 那個人有感染的 他本身感染到的 他就可以傳染到給身邊的朋友 或是跟他有接觸的人 例如監獄 你懲教員 主要 去到 工作的時候 會接觸大量的囚犯 他就如果在外面中了一招 就把病毒帶進去 大家知道了 裡面的環境很清新的 因為完全跟外界隔絕 疫情清新的 空氣可能不太清新 當你有一個人確診 你就很容易在那裏傳播出去 一傳就傳光了 搞到 幾個還額人士未必是在囚的 有些人判了監 有些人不是 估計 其實在上個月 我們收到的消息 他們內部評估也有過千人確診 只是現在才公佈 我可以大膽地說 接下來的數字還會幾何級上升 因為他們隱瞞了十幾天 因為懲教署隱瞞了十幾天 現在的數字應該是十幾天之前過千人確診 現在可能是幾千人確診也未定 因為大爆發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我們聽回來的就是 法律界人士說 他們很多 律師樓的朋友 有整間行中招 有一間行中 只有一個律師無中招 相繼 也有 民縣 俗稱師爺 以及大狀 也有很多人確診 他們估計 他們在探監途中 感染到 另外一個傳播鏈 就是 他們感染到的犯人 或者在囚的人士 要上庭 連同 律政署 連同律政署的人員 連同法庭的職員 例如地方法院 地區法院 裁判處 以及高院 全部 都是由在囚人士把病毒帶去法庭 不同級別的法庭 全部都中招 接著 感染了律政署的人員 處理文件也好 接觸他們的 法庭的警察 接觸他們的律師 接觸他們的律師 師爺 然後 連法官 都出事 你想想整個傳播鏈 就是監獄 以及法庭 有些人就還了押 因為香港政府司法迫害 大量人在監獄裏面 還押的人不給保釋 好了 不給保釋 現在 竟然 在監獄裏面 感染到 現在就由他們 傳播出來 傳播到法庭 很多人中招了 法律界的朋友就說 現在法庭死也不肯生 因為可能這個案件堆積得太厲害了 一直都不肯生 但是懲教署 裡面的這幾個監獄 現在停兩星期 不讓別人探訪 其實一早就要這樣做 大量的人出事就是因為這個途徑 我們其實兩個禮拜前已經說了 2月17日已經說了這個問題 當時人們報料給我們聽 已經有這個問題出現 所以 我們那時候為什麼會這樣看呢 就是 泰國的監獄 也是在去年的事情 有人確診 然後就大爆發 整個監獄有7000人中招 當然 泰國監獄的環境當然是很差的 但是 香港的監獄環境也不是很差的 加上 你那個 大規模的聚集 你真的聚在一起的 同一個倉 那裏面就會有幾個困獸斗 這個真的跟他們很無辜的 原因就是 他們也跟外界沒有接觸 無端端就被懲教署的人感染到 而懲教署 又不是及時報 你這個監獄長怎麼做事的 然後 你是隱瞞 一早就切斷他 他不讓人探訪 所有人要檢測 上班前要檢測 那就有機會 接斷傳播鏈 你們又不是 你們 就任由他 照探監 然後 還押的人士就照大上庭 照審 他們感染了法官 我們也說了 肯定有法官出事的 果然 現在兩個法官 一個站委裁判官 一個高院的上訴庭 上訴庭法官 接下來可能還有很多人 因為 沒有症狀 你有時候不知道 然後 沒有症狀 就感染給家人了 這些情況 一定會出現 這個肯定是政府 很疏忽 以及懲教署也很疏忽 現在他們 做律師樓的朋友就說 現在 法庭死亡也不肯殺 接下來 希望 可能會有大量的法官 律政署人員感染 讓你們先出事 你們不中招就不知道 不過不要緊 反正中招也不會死的 除非你有 嚴重的疾病 不然 我們身邊大量的朋友確診 幾乎各個 網友跟我們報料都說確診 為什麼會有200萬人確診呢 我們其實 比港大的學者來講 早一天 因為 我們 這是 街坊智慧 網友 報告給我們 全家最中的 你是全家最中的 你也有中的 家裡的三人都被中了 比例是否很高 現在都期望 那些法官 最好就是 國安署的法官 國安署的警察 更多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